2021年在南韓演藝圈 发生了许多被受讨论的大事 有开心的也有难过的 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吧 首先是元旦CP孙应征和玄冰 两个人从爱的破腔假戏争作 当时被还没爆出正在热恋中 之后双方也火速认爱 让粉丝都超惊喜直呼 拜托赶快原地结婚吧 同样是恋爱消息 34岁的李生姬 被爆出和比他小6岁的李多颖在交往 女方虽然也承认这段恋情 不过因为继父是诈欺案的经济犯 也让很多粉丝觉得观感不佳 纷纷要理生机圣玄对象 祝福的声量也因此小了一些些 另外4月还爆出金正贤和徐智慧热恋中 最后双方都否认这个消息 但却扯出另一起案外案 2018年金正贤和徐玄合作电视剧 在记者会上金正贤全成臭脸 徐玄本想勾手拍照 还被他直接躲开 完全不给女方面子 被王爷碰批 未免也太没礼貌 之后他被爆料 因为当时金和徐瑞芝交往中 徐瑞芝规定男友不能跟其他女生有接触 所以他才会这么冷淡 最终金正贤身影多日后 发出手写信 向徐玄道歉当年自己的行为 而被指控的徐瑞芝则解释 这种操控 只是情侣间的打情骂俏 让了两人有过一段情 2021年讨论度最高的韩剧《鱿鱼游戏》 成功让全球观众都深陷其中 剧中演员也被一一捧红 像是饰演脱北者的郑浩娟 IG追踪数从原本的四十几万 直接飙破到两千多万 人气相当惊人 该剧也创下串流平台的多项记录 离正宅和饰演 《铃铃一老爷爷》的吴永秀 甚至入围金球奖 获了韩剧的全新记录 因海岸村再度爆红的金轩虎 10月突然被前女友爆料 招往期间社后不理 逼女房堕胎等等 之后金轩虎发出道歉声明 一戏之间软然变渣男 代言和组织工作统统中断 不过后来随着还没出手相救 公开金和前女友的对话记录 事情才有了反转 而在观众票选的人气演员中 金轩虎的人气似乎还是不减低 虎信惠11月突然宣布 自己已经怀孕要结婚的消息 让大家都吓了一跳 对象则是小他一岁的演员崔台俊 看到女神幸福的步入礼堂 粉丝也为他感到相当开心 新冠肺炎在2021年持续延烧 许多韩星也中标 像是哈尼安启言 Red Pink Lisa 池昌旭 金耀翰 高跟曹吼和郑宇盛 国民燕C刘再席 BTS成员Suga RM跟Jim也相继确诊 只希望新年一年 粉丝们等到IDOL的 全部都能是好消息呀